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國盟政府在1月1號頒布的全國緊急狀態令 確定不延長 掌管法律事務的首相署部長 納杜斯里達基尤丁 今天在國會下議院宣布 內閣已經議決 不會向國家元首建議延長 原定在8月1號結束的緊急狀態 同時撤回6項緊急條例 生效期從7月21號開始 不過在一黨議員 對國盟政府決而不宣的舉動 大表不滿 強調緊急條例 必須依據憲法第150-3條文 通過國會來決定廢止 然而 業長阿澤哈哈倫接納達基遊丁的解釋 因為緊急條例早已廢除 因此第150-3條文已經不適用 隨著全國緊急狀態令在8月1號結束 意味著早在6月6號屆滿的沙拉月州議會 也將立即失效